下一位我們請邱委員議員諮詢 尋答時間15分鐘 謝謝蘇院長 我是不是請一下行政院蘇院長 還有農委會陳主委 請蘇院長以及 請請 請庚主委 院長早 말�Any hypothetical 院長 components 這個 我跟陳吉仲主委 昨天深夜回到台灣 但是我們今天一早就上工 沒有請假 很準時的在立法院 那這個 我今天要來這裡質詢蘇院長 其實內心有一點忐忑 院長你是看我長大的 就像我自己的叔叔一樣 在這裡質詢叔叔好像怪怪的 那我想這樣啦 我是不是請蘇院長您先請坐休息一下 那我跟陳主委也要來 研討我們這一次到東京食品展的成果 以及後續 我想我們應該要怎麼樣進行 也藉這個機會跟全體國人報告 這次東京的食品展台灣館其實成果豐碩 包括我們昨天在新聞上看到的 我們簽了大概三年九千噸 這個跟這個Westmatic這家公司 簽了三年九千噸 以及跟這個船艙公司 簽了一千公噸的烏龍膠等等 這一些是農產的部分 那漁獲的部分昨天簽了18億 整體來講我們昨天看到了這個成果 覺得到目前為止還算滿意 但是我認為台灣其實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包括這一家Westmatic這家公司 它是日本的上市公司 不是親差好好的那種公司 日本的上市公司它很清楚告訴我們 其實它還想跟我們採購芒果跟鳳梨 所以這些訂單農委會接下來還要來加緊的 進行後續的接洽 我想請教陳主委 我們昨天回來之後 到昨天晚上或者是到剛剛為止 你們有沒有稍微去統計一下 這一次食品展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農產品的這個訂單 銷售量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非常謝謝委員 我首先要感謝委員跟莊六雄委員 這兩天全程參加 而且要求農委會做很多的積極的 這一個正面的回應 我舉例來講好了 外界都不知道 兩位委員跟農委會 跟我們這一家 WithMatex這一家跨國 有一千六百多億的營業額的公司 我們在他的公司做了三個小時 如同委員剛剛講的 香蕉的四年九千公噸只是一個 他後面還要跟我們在談鳳梨跟芒果 而且他全力要把香蕉、芒果、鳳梨 在集中暑假做大力的促銷 還有後續的高麗菜跟美生菜 那這個部分委員其實 從頭到尾的參與 非常感謝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要特別說明 是這一次的日本食品展 我們這樣的整個台灣的國家隊 總共有146個攤位 像屏東館就有高達十幾家 14家的這樣的一個攤位 那按照冒險的這樣的統計數字 到昨天下午為止 因為今天還有半天 擴除我們簽的這個水產的這個金額之外 那整個三天的這樣的一個成交的金額 有七千萬美元 那目前還在統計當中 我想這個七千萬美元 已經相對去年來講 我想應該是有增加 我認為我們還是要持續努力 尤其我們在日本的超市 去看到他們賣的一般的香蕉 大概三根裝一袋 一般的香蕉 他們的售價是398塊的日幣 但是台灣的烏龍膠可以賣到498塊的日幣 顯示台灣的品質 跟台灣的香蕉 其實是受到大幅的歡迎 這個 院長我是不是能夠也請你看看 因為今天早上很多記者問我說 我們昨天去的日本的心得是什麼 然後又再問了我一句說 賴清德前院長說 民進黨現在只剩下一口氣 那我們心裡做何感想 我覺得我們一直在努力 包括在農產的推銷的這個區塊上面 但是我認為農委會這一次做得不好的地方 是我們的宣傳不夠好 宣傳不夠多 我們這次沒有帶大批的媒體 或者是有足夠的時間 邀請很多的立委一起去支持台灣隊 這個是我們未來要改進的地方 但是即使我們只剩下一口氣 我們還是要為台灣努力 我們不應該放棄台灣 也不能放棄台灣 也不會放棄台灣 蘇院長您同意我的看法嗎 很謝謝委員的支持 這一次還親自到日本幫忙行銷 那確實如委員剛才所說 非常有道理 人民把責任交給民進黨政府 我們就要盡心盡力 做到我們為人民為國家 來各方面都有進步 都讓人民滿意 過去有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也要自己謙卑檢討改進 那正如委員所說 我們在位置上 我們一定要盡心盡力 像這樣的 昨天 前天我們委員跟陳主委 在日本所做的努力 得到非常亮麗的成績 確實是對榮民非常好 對國家非常好 這也是最近其實 農委會所打出來 外銷成績 歷史新高 我們還要再加油 那也要把政府為你做什麼 讓人民知道 所以剛才委員點出來 沒有讓更多的媒體 和國會的議員來參議 確實我也看到這一點 所以剛剛利用中場休息 在後面院場休息室 我還和陳主委討論到這一點 未來這一方面 我也請陳主委 及相關部位 如果有像這樣 辛苦卻有成就的事 讓媒體 讓國會議員 多參議 多了解 讓國人同胞 第一手資訊 第一時間之大 應該做的 謝謝 好 所以我想這個 陳主委應該也可以放心 應該你不需要切副自殺了 那第二個 我想我們在講 台灣的農產品這麼好 我不知道農委會接下來 對於台灣的農產品 進軍 東京奧運的這個 食物供應鏈的舞台 有沒有什麼更積極的對策 去協助台灣的農業 在這個東京奧運的時候 我們能夠成為他的食材 供應商之一 供應國家之一 是 兩個非常重要的對策 日本的2020東京奧運 要求所有賣過去的產品 要有Global Gap 或者是Japan Gap 就是符合他們的一個安全的標章 所以我們今年的日本東京食品產 可以看到包括我們許多的高雄的蜜藻 甚至我們的紅蘿蔔 這些都已經有 具有Global Gap這樣的一個要求 我們會更全面性的 把目前輸出到日本的 我們是不是要擴大積極的 輔導我們的農民 去得到Global Gap這樣的認證 對這是第一個基本要求 第二個就是 國內的價格破洞非常的大 不能說價格低的時候才賣到日本 價格高就不賣到日本 農委會的責任就是要穩定這個出口 所有的這個訂單 都是在前一年就講好 因此農委會絕對要利用外銷平台 把所有的業者摳進來之後 告訴他們你訂單哪了 後續的穩定供貨 農委會就是會來全力協助 好我想這個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們能夠順利的成為 日本東京奧運的這個食材的 主要的供應國家之一 這個對台灣的農業 也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這個我想是不是也要請農委會 來持續的加油努力 來協助我們的農民 能夠得到這一方面的這個協助 另外講到農業 其實我們一直講台灣的農產品有多好 但台灣農產 台灣的農業其實面臨到一個 更嚴重的問題是缺工 從農人口的年紀老化 其實在我們高雄的鄉村裡頭 我常常可以看到那個八十幾歲的阿伯 還在下農 還在下田工作 農業缺工這件事情上面 我不曉得院長還是主委要來回答 就是說對於開放農業外勞 我知道我們最近開放了所謂的洛農可以申請外勞 但是對於其他的 農業外勞的開放的部分 有沒有更積極的作為或者是更積極的想法 更積極的政策來推動 有關剛才 委員所特別關注的 我們的農產品 在這個奧運 能夠也有參與的機會等 我想農委會這邊的努力 那前一陣剛才 委員所指教有關 說這一次這麼豐碩成果 可惜 媒體沒有一起參與的很多 那我也覺得 是是這樣 甚至於我們自己 這個國家的中央社 甚至於還有落差 剛才主委就這一點 表示很大的歉意 那我覺得 是不是也可以請農委會 來辦一個 就今天 也邀請委員來開 有關這一次的成果的 這個向國人報告的記者會 那至於農業缺工的問題 確實是已經有一段時間 所以 勞動部局相關部會 就農業缺工的問題 包括開放肉籠 應該可以引進外勞 以及相關 這些我們正在做 那 陳主委比較知道 給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院長在之前就有指示 除了肉籠以外 如同委員簡報檔上面所說的 我們已經去盤點主要的八個農業縣市 所需要勞動力 從國外的補充的部分 調查完之後 我們已經跟勞動部協調好 用外展服務的方式 透過我們的農民團體 直接來調度 因為農民團體是單一的雇主 農民 不可能說一個人 每天 一個月請 所以 所以 未來這個部分 對 在上半年就完成這第一個說明 我們在4月的時候 印尼會有研習生 比照日本的方式 它有450個年輕的印尼的 會到台灣先來我們的農業改良場所 學習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所以技術之後 那就可以直接到我們的農場來服務 那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在4月的時候 就可以實施 有450個名額 我想這樣 我們其實一直在提到 希望我們的青年能夠返鄉重農 但是 即使這樣子 我們的農業人力還是嚴重短缺 這個短缺的程度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那我認為 如果農委會現在有所謂的開放農業外勞 不管是我們分階段 或者是分 這個農產品別 去開放 我認為那個程序 跟申請的方式 是不是都能夠簡化 以真的能夠實際到 幫助農民真的能夠實際解決農業缺工的問題 為大宗 我不要我們設定了很多的法規 設定了很多的規定 讓真正需要的農民 還是無法申請 還是找不到農工 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能夠請農委會來協助配合 是 完全同意委員要把所有的程序簡化 所以就直接調度平台 拉進來以後 就會可以直接分配給每一個農民農場 那跟委員特別報告 自動化機械化更重要 我們現在美生菜 不是也有賣到日本 主要 你的自動化機械化 那是要大片才有辦法 台灣都是小農啊 有的時候 他的田地規模不夠大 你要自動化機械化 還是會有一定的困難度 包括我們之前在提到 希望能夠引進以色列的低罐系統 可是很多的小農 他根本無法負擔這麼龐大的 所謂的低罐系統的 這樣的一個設備費用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在推動機械化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要持續去推動 但是針對 農民的缺工的問題 這個還是要另外一方面的技術去檢討吧 對 我覺得委員講得非常有道理 因為委員對於地方上非常了解 那這個缺工的問題 現在我們開始要做這一方面的因應措施 那這一開始我希望農委會 除了剛才委員已經點出來 就是不要一一大堆書類又做得很僵化 同時一辦了以後 立刻檢討看還有哪一些地方 有漏差 或者有哪一些地方辦的還有缺失 那立刻檢討立刻改進 立刻補上 我是覺得委員剛才講的那幾個點 預先來注意 然後看看如果要改進了 盡快改進 好 謝謝院長的支持 那我想這樣 這個農業的問題非常的複雜 也非常的多 但是為農業努力 為台灣努力 一直都是我們的最終極的目標 昨天我們去到東京的時候 因為在現場莊瑞雄委員跟我 還有陳吉仲主委 甚至包括潘孟安縣長都到了 很多人就開始在現場大喊 我屏東我驕傲 但是我其實更希望在那裡喊的是 我台灣我驕傲 我們都是台灣隊 我們希望能夠跟 院長跟所有的台灣人民 一起來為台灣努力 即使只剩下最後一口氣 我們還是要為台灣奮戰 謝謝蘇院長 謝謝 非常謝謝 說得很好 謝謝 好 謝謝七委員 謝謝蘇院長 發言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經濟組織質詢 今天是國際婦女節 本席再次要向在場 各位女性的委員 齊委員 齊委員 等一下再走 還有我們所有的女性格員 還有女性的議事人員 致意 並敬祝大家 婦女節快樂 我們也準備了一些 一束花 要送給在場的委員 以及閣員 包括所有的 我們的議事人員 男性沒有 對不起 好 我們現在就休息 沒有 它請到 它請到 有 在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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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